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两天本土暴增 29例个案当中 近9成都是突破性感染 甚至有不少人都打过了三剂 专家警告 目前疫情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如果一不小心 病毒可能会趁乱再起 再度上演去年5月的状况 指挥官陈时中他回应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迹象 短短两天经报两起工厂群聚 继高雄化工厂11个人染疫 又有新北科技厂10个人确诊 25号本土新增14例 除了新北科技厂之外 还有基隆警察链相关3例 新北中和仪器厂1例 24号25号两天加起来 总共本土有29例 其中打过两剂疫苗11例 打过三剂疫苗15例 完整接种将近9成 仍然突破感染 好几个都是已经施打了 两剂到三剂以上的疫苗 这个就让人很担心说 有没有可能一个不小心 变成像去年一样的状况 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但目前还没有看到那样的迹象 上海专家张文宏表示 Omicron已经进入第二代 BA.2的传播力 一个人可以传10个人 如果染疫者在外面 充分的跟大众接触 10天就有可能传100人 比2020年初的传染力 增加三到五倍 专家示警 依照Omicron的高传播力 如果疫情再起 加上国内三剂覆盖率 没有达到五成 增加社区风险 连续两天本土都破10例 而且还有工厂群聚 烧出了社区隐忧 就怕疫情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专家呼吁 加速第三剂的覆盖率 才是控制疫情的最好方法 记者陈时恋王一仲 台北报道